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攻击日后的阳年春节 越来越多中国民众走进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 据官方统计 春节期间到纪念馆参观人数达38.9万人次 据统计 今年正月初一 纪念馆参观人数就达到了1.35万 初二更是突破5.3万人次 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三 来纪念馆参观人数达45.2万人次 创建馆以来历史同期最高记录 从正月初一 来纪念馆参观人数达45.2万人次